他马上可以分裂十几个中国 广东中国 中国广东 中国山东 中国山西 都是中国 都只有联合国 只抓手 抓手就贏他们了 这是联合国里面体制的规定 一个中国 所以长久以来 美国都遵循这个原则 虽然他当年投了翅膀飞票 但是 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认证就是这样 家政的观念 台乘帝国已经把台湾配合 半年出去了 他的家庭里面就没有台湾配合了 所以党发民国起来 家政台乘帝国时 他仅有家政在台湾配合? 没有啊 所以下关条约之后 就跟中国都没有关系了 台湾人民跟他没有关系了 在法律上 在定位上 都没有关系了 到底1949年 中华人民 中国的国起来 这个中华民国推翻 我们跟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 以前来的 我刚才就比较有一个故事 我那个时候问美国 我们这条法律的路 这样中国怎么会同意? 你觉得怎么会同意? 他有什么立党的 我们不同意? 我们有什么关系 原本就没有关系了 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所以 中国跟台湾要分开 中华民国跟台湾也要切开来看 当你切开来看 一切的真相就慢慢隐忍了解 以前台湾 他挂掉了 是这条而已 当台湾都没有帝了 他只有这条而已 那是日本来的 全岛征服 政府也是战争堡里面的方法 康可 完全征服建构主权起来 所以 我们有专业台湾 它提醒的 概念是日本时代 台湾是中国人的 台湾是什么国立 我以前也说的 台湾的山台是什么国立 我们想一些教友 想要独立 我们想到我们是辈子民 我们来看 国立是什么 国立就是一个中国 国立 這就是你的前途 你想看台灣的統領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祖父 你若是是面對的 你就是有一個宗族 你若是一部分的領土 你就會無國 所以你就是由他無體 一個小孩在媽媽的肚子裡 他的意思叫做依賴 叫做dependent 當他生出來的時候 脫離母體叫做independent 這是你的意思 independent 魁北克省法語區 說法律人他想要獨立 從加拿大陸國獨立而出 這是他以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獨立之後他們又變成了一個大英國協 你覺得他獨立嗎 蘇格蘭他要從大獨立的天王國獨立而出 所以你是我的公投 克里米亞要從烏克蘭獨立而出 因為你覺得獨立的母體 加戴隆尼亞省要從西班牙這個國家的母國這樣獨立而出 公平台灣 威脾 你要從哪裡獨立而出 台灣人的母國是哪一國 台灣人要獨立的那個母體是什麼 當台灣人在喊獨立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因為你從法理的推論來說 獨立在國際法的程序上 都一定有必然要走的路 連印度的獨立他都是從那個 中祖國大英帝國獨立而出 也要經過那個中祖國的同意 韓國的獨立不就是經過中祖國大日本帝國的同意嗎 千載合併 就是在合併條約裡面 那有勒啊 我們在那邊獨立那邊 依循什麼例子 所以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是台灣民政府現在一直在努力在做的 讓台灣人的地位跟國際的聲勢 讓全世界看見 台灣人民願意加入社會 全世界公民的組織裡面 我們願意為了衛生組織 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盡一份心力 但是台灣人還沒有國際法人人格的身分 我們在努力爭取真快 這件有好消息嗎 你要放棄抗議 我們來當局沒有消息 所以 我們現在的肚子有好 你經濟的時間都會有好 要請大家 趕快六百人說 來歡迎來參加 做那一條路 這條路 時間的問題 我們到這裡 謝謝